这是小女孩第一次学会自己上厕所 刚进去就在里面发出了轻孔的尖叫声 父亲进去一看 自家马桶里竟然飘着一些人体碎块 紧接着又冒出了一颗人的眼球 吓得两人当场尿了裤子 警方接到报案 前来将这些小肉肉夹了出来 他们怀疑下水道中一定还堵着剩余的一些人体组织 于是直接将整个下水道扛回了试检房 从里面掏出了更多的尸块 根据其中一块可以判断死者是个男人 法医还从那颗眼球上取出了一片植入型隐形眼镜 根据上面的编码查出了死者的身份 原来他是一个被关在监狱的死刑犯 不久前越狱之后就一直没有被人找到 根据已有的尸体碎块可以基本确定 死者是被人杀死后进行了分尸 然后又被丢进了下水道 警方召唤来一条机器狗 打算用机器狗来探测下水道的深处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更多的残肢 还勘测出这条下水管道是一直通向监狱的方向 难道说死者并没有越狱 而是在监狱里被人杀害后 直接丢进下水道冲走了 法医拼接了死者所有的尸骨残骸 发现所有断裂的尸骨都没有刀痕 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被切割分尸 而是被硬生生的折断了 警方来到监狱调查 预警说死者一年前刚入狱的时候 就被全监狱的囚犯给围攻了 幸亏一个叫小胖的人救下了他 警方找到小胖 他说自己最后一次见到死者 是看到监狱长将他拖进了办公室 随后警方找到了监狱长 他说当时死者不知为何被安排在监狱做财务工作 导致大量现金不翼而飞 而且他原本就是个诈骗犯 所以才把他带去办公室进行调查 另一边法医发现死者的脊椎骨头上 有一处坚韧利器造成的伤口 根据伤口的深度判断 这应该是一把80厘米长的小刀 可是监狱里不可能会出现这种违禁物品 于是警方调查了监狱里最近没收的所有利器 发现一个锋利的锥形物品与死者的伤口极为相似 经过检测终于发现了他的不寻常之处 这个一层一层用纸做成的锥形道具 实际上竟是杀人凶器 经过压力粘合 形成了一个高密度的行凶利器 法医还在死者的骨头上 发现了一些被硫酸腐持过的迹象 可是在监狱里用硫酸来作案似乎不太现实 与此同时警方在纸做的锥子中找到了一些文字 将这些文字摆度一下 原来是来自一本关于公认的书 他们立刻来到了监狱的厨房 发现这里的其中一本书真的少了好几页 而且还从中找到了一枚指纹 另一边法医检测出 腐蚀尸体的强酸并不是硫酸 而是凶手将厨房的大量白醋 进行蒸馏提取后做成了超浓醋酸 之后经过书上的指纹比对 确认了指纹竟是来自小胖 巧的是他刚好就在厨房工作 这足以证明小胖利用植物质变 杀害死者后又醋酸将尸体腐蚀 然后又将残肢碎块冲进了下水道 正当警方要逮捕小胖时 他故意在众人中制造混乱想趁机逃跑 却因体型太胖不够灵活 反派警方一把尿倒在地 最终他如实的坦白的杀人动机 原来死者是一个诈骗犯 入狱前骗光了小胖父母所有的积蓄 入狱后小胖得知了这些真相 死者告诉小胖 等自己出狱后一定给他父母双倍的赔偿 后来小胖才知道 其实死者早就被判了死刑 所以一怒之下就将其杀害 仇算是报了 可是原本会要刑满猪狱的小胖 恐怕这辈子再也出不去了